沉浸了一段时间的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 近来又开始活跃起来 除了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 在人民日报撰文 力赞江泽民反腐有功外 那么一批江苏扬州的运用文人 也是大力吹捧江泽民 祭奠假养父江上卿的旧座 被不少网友痛批为阿谀奉承 有分析指出 在明知江泽民汉奸出身的情况下 媒体还是这样的高调捧他 这显示在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 反腐清理行动中 以及国内外要求严惩江氏集团罪行的声浪下 江泽民还有他的江系人马 已经是惶惶不可终日 中国江苏网报道 日前扬州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 现场多位学者对江泽民 2011年清明所作的词作 满江红江上卿百年诞辰计 极尽所能的大唱赞歌 其中被大陆网友广泛嘲讽的是 作家丁家彤的表述 他说江泽民的词作 至孝之计至情之词 让日月为之动容 若江上卿烈士有灵 亦当唏嘘不已 含笑九泉 对此不少网友大呼恶心 微博名为陈以轩的律师问 这是在为江再次排名靠前造势吗 也有网友嘲讽 师不咋地 马屁派的停响令人动容 这让他亲爹江世俊 情何以堪 早在2009年 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李嘉平 就曾发表公开信 揭发江泽民的二奸二甲 其中的第一奸是江泽民本人和亲生父亲 都是日本汉奸 第二奸是将为俄罗斯间谍机构效力 出卖大骗中国领土 第一甲是指江谎称自己是1949年 加入中共地下党的甲党员 第二甲是指他冒充所谓烈士江上青的烈士子弟 为此2011年5月 吕嘉平被中共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十年徒刑 吕嘉平的好友李先生指出 江泽民的汉奸问题在党内外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共来说这个丑事却不能说 因为江泽民曾经站到了中共的最高位置 如果曝光于天下的话 中共自己都没法交代 江泽民又把江上青捧出来 我觉得根据各种迹象江派势力现在是走下坡路 包括他周边的这些人 包括像徐才厚被双规 还有刘志军最近好像已经要开闪了 他整个处于一个衰败 而且是加速的衰败的过程中 我觉得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做一种自保 时事评论员邢天行认为 江泽民二歼二甲的问题 很多中国民众都早已熟知 江泽民老家的人就更不可能不知道 如今江泽民还用以前的一贯手法来压阵脚 就能看出江泽民血债帮的势力在不断削弱 而配合他造势的就是中宣部 这是中宣部的一个手法 就是要把江泽民现在这个作用重新给捧起来 所以媒体来讲这样去捧他 当然是有这个用意了 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附近这个间 马山女子劳所 对被关押在里边的那个劳教人员的 这个残酷的这个虐待和酷刑 在国际上曝光之后呢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就是大家对这一个是对这个劳教制度的这个质疑 第二个就是对这个江泽民时期以来 打压法轮功和搞维稳的这一系列这个恶法的这个反抗 邢天行分析 外界传闻调查薄熙来案件 以及习近平清理政法委系统 矛头直指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这对江系作恶人员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 让他们惶惶不安 在上局势之下呢 江泽民一定会出来搞一些动作 以显示他这个人还在发挥作用 给下边那些小喽啰呢 安抚一下军心吧 但是是不是事实上就是说他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民间正义力量越来越大的时候 即使江泽民再想蹦 他也蹦不了太高 他只不过就是突然的在那表演而已 对于这批扬州御用文人的讨好巴结 网友们除了对他们的摇尾起怜表示不屑外 还有网友感叹 古有扬州八怪 今有扬州丑八怪